現在就是 assignment 的第五和第六題 我們看看第五題 第五題是講一個遠古時候的 chemical cell 把鐵棍放進一杯 liquid 就是 vinegar 擺明是 electrolyte 他說那個盤是用銅做的 可以特別刻意說一句話 不可以拿酒,只是拿醋 A就叫你用 particle 的結構去說 為什麼 首先什麼是 particle 就是中四的第一課 就是這三款 自己就是溫一溫酥 結構就是紫的 structure 我們先想一想 如果是酒的話 其實它的 active ingredient 其中三款是乳醇 就是乳醇 就是乳醇 主力是乳醇 而醋主力是 這個 而醋主力是 這個 Ethanolic acid 而這個 particle 都是乳醇 首先你先一分解說什麼 particle 那這兩款particle有什麼不同呢? 因為這個是酸,所以我們可以ionize in water to give mobile iron 或者是hydrogen iron 寫一寫 那就通到電 Evanol是 pure molecule 沒有mobile iron 這兩分是期望你這樣回答 B就說 學生發覺鐵 自己溶了 會見到有 Colus Gas Bubble 在硬碟上面 又是叫你寫Half Equation 首先是叫你寫鐵棍 不如我們研究一下這個cell 你記住,逢見到這些cell 第一個就找金屬 這次很好,有兩款金屬 我們就決定哪一個去放電子 一定是more reactive metal loose electron more readily 所以 Ion is more reactive 它就由loose electron 做了oxidation 另一邊就是找另一款東西去吃的 Electron 所以鐵 就要脫電子 一開始就脫小小小的 所以的observation 是合理的 鐵 會慢慢融會 變成一個peldrin的東西 這就是第一條顏色 第二條顏色 他叫你寫法反應 在Copper上 我的題目應該打多了 這個可以插走 這句打多了 我們去Copper鏡 說多次金屬不會吃電子 所以這個沒有關係 我們就想一下 醋裡面有沒有東西可以幫你吃電子 它是有ephenol acid 凡是酸性的 就有H症 有大量H症 就幫你吃電子 就變化了hydrogen gas 所以它有Colus gas bubble C那裏 他就說出這款電芯的不好處 有個學生就說 不知為何在鐵的surface 都會有Colus gas bubble 因為剛才說的Colus gas bubble 就是這個東西 應該就在Copper這裡 因為suppose Eletron是到了這裡才做反應 還記不記得為什麼呢 記不記得為什麼 我們要拆開兩個Beaker的時候 沒錯 就因為有Direct Reaction 什麼是Direct Reaction呢 我用紅色不捨 現在鐵很想脫電子 現在在這杯東西裡面 Phinnicard裡面的H症 又很想吃電子 其實你看到 紅色筆圈了兩東西在旁邊 他們就有Direct Reaction 就會直接交收 簡單來說 就是這個和這個 會直接拋電子給大家 變成沒有Eletron flow 當你直接交收之後 Hydrogen就會直接 形成在這支棍裡 我們英文就寫了 因為鐵和H症會比較好 用這個字 直接發出反應 所以Hydrogen gas就會直接 黏在鐵上 最後一題就是這個Sync Carbon Cell 我們只考了兩款Cell 另一個是Sync Carbon Cell 另一個是Full Cell 所以這裏就麻煩你背熟 這裏說要給名 P是什麼Q是什麼 Sync Carbon Cell 最重要是Case特別之處 就是會用Sync去做 然後中間的碳棍就是Graphite 然後Eletrolyse就是結塔塔的Ammolium chloride 還看到哪一種是Oxidization 這個要記的 就是Mechanese4Oxide 就是MMO2 作用就是用來removeHydrogen 咦? 我都說了答案 Global 就是這一堆答案都說完了 其實我建議你去 如果你真的完全不懂這題 其實你要去看我另外一段片 那段片就是關於Sync Carbon Cell 然後去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就說 這個Cell會扭一些東西出來的 那它叫你解釋 那這個原因就是 因為Sync作為一個外殼 它有化反應的 沒錯 金屬是脫電子的 那它自己就變成Soluble的Sync Iron 那它就會有洞洞 那洞洞怎麼辦 那裡面有些Eletrolyte 就是偏向液態狀的 那它扭了出來 那所以我們有什麼KeyWarding呢 就是說Sync 就會LoseElectron 就是你講完的過程 就變成這個 那你可以用色解也可以的 二選一 那所以就會有些洞 所以就留在裡面的Eletrolyte 那第二呢 它就說 它留了一些東西出來 不如我們看看答案吧 就是這些了 好了 這段影片就到這裡了